這天是北館軍天社一年一度送水凝省的日子 將近八百公尺路走過的是超過百年的歷史 晚上八點一到軍天社成員各就各位集合上課 他們一週來三天跟林建立學北館人道 本身我對音樂就已經滿有興趣的 以前的時候小時候都沒有什麼東西 也沒有什麼娛樂電腦都沒有 來學這個音樂我覺得很滿意 軍天社成立120年 林建立14歲開始就在這學北館 30多年過去她從學生成了老師 這個完全要背起來 像這個我全部都背起來 師父傳給她的北館樂譜外人看來想無字天書 她全記在腦裡 除了交團員演奏樂器林建立也嬌人認識北館樂 北館一個靈魂之窗就是這個北谷 這個字我們的指揮官 所有的北館樂團裡面 都是一個完全要看這個是指揮官 一開始的話先學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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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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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牌 因為喜歡音樂 並建立誤打誤撞 學習北館 但讓他真正愛上北館音樂的 是當時廟會的熱鬧場面 心情當然是很好 跟著大人 跟著老人 跟著前輩一樣 一直走 覺得沿路走沿路吹 也又緊張又期待 我是滿喜歡 那小孩子的心態 熱鬧就是很舒服 又有得吃又有得喝 然而再美好的時光 也會過去 像這首北館經典音樂 瘋怒鬆 叫得出歌名的現代人 沒幾個 於是除了傳統音樂 林建立到外面表演 現在也吹流行歌 我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開始 北館一直開始 沒有人要學摸摸 我經濟在成長了 我覺得這以後可能會斷層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 一批一批的 慢慢接受 去貼廣告 來慢慢教你們 以前的一個北館 是很正統的一個北館 有分浮路跟嬉皮的 分得很相當的清楚 那社會一直日進日進的 一直演奏 到現在目前的話 把這個嬉皮 有的嬉皮跟浮路的 已經在融合在一起 那演進到現在目前 年輕人的需求 甚至有改變 到流行樂 都有 這些的樂我都接受 改變演出型態 林建立希望 讓這項傳統音樂 更受新世代歡迎 但今年才18歲的梁洪杰 可不是一般年輕人 他們是不會理說 梁洪杰在幹嘛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做每個人的事 都不會理那麼多 他頂多只是聽到說 梁洪杰在雪北館 好喔 這樣而已吧 大概是在國中畢業那時候 國中畢業那個 剛好有朋友對這個有興趣 對 他就問我說 你們頂埔有兩團 子弟團 那要不要去找看看 我就說好 我就去問 我們從廟口開始問 問問問問到雜貨店 然後雜貨店在講講講 整個大概 然後就想 然後就知道說 林璞有兩團 子弟團 就是都剩三個人 都沒有人 所以之後就覺得 那時候的心情是很可惜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很可惜 對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要不要來雪北館 對 然後就開始策劃 這一系列的北館傳承之物 傳承兩個字 可不是隨便說 楊鴻姐不但自己學北館 海呼朋一半 叫大家一起來 因為先找妹妹 一定先找妹妹 妹妹就兩個了 就想說 那要不要來學 好啊 對 那是先找他們來學 然後之後就是找 就越來越多 就是越先找朋友 好朋友還是說 有興趣的人 不認識的也來學 有興趣的都來學 就這樣 梁鴻姐成立了 頂埔吉蘭社 以傳承北館為使命 愛家愛戶找練習場地 愛自掏腰包辦活動 那個2017年那一場成果發表 那是覺得想讓大家看到 有我們這一群小朋友 在為了北館努力 對 雖然不是說 不是說整個場面很大 還是說吹得很好 對 可是我們都是盡力去做 給大家看 現在英雄 頂埔吉蘭社 帶來白館演出 不會去想說 我們沒有人還是怎樣 至少還有我們這一群人 在為了北館而發揚下去這樣 對北館有超大熱情 梁鴻姐對下一步很有想法 他要先了解北館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的刻板印象 就是讓人家覺得很吵 對 像你如果不知道它是什麼 你聽到好吵喔 應該要先讓他了解 北館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跟他的整個歷史脈絡跟型態 希望那個政府跟文化局 這邊可以協助 從那個學校 學校方面的話 去傳授 傳導 會很快 雖然他不會接受 不會來北館樂這邊演奏 但是至少他已經知道 我們傳統的文化 有北館 有南館 什麼都有 傳承北館是條漫漫長路 梁鴻姐和林建立 雖然差了好幾世代 但他們都不打算親言放棄 出於使命 也出於熱愛